各位朋友好 上一期视频我讲到了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三位发言人 吴建民、原乡居士和我同时受到了暴力恐吓 这件事公布之后引起了很多推友网友的关注 大家纷纷发来私信向我们表示问候 我在这里代表原乡居士和建民一并向大家表示感谢 同时我也想告诉大家 我们对这种暴力恐吓早就有准备 早就有预案 所以请大家放心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 看过原乡居士视频的那些朋友都知道 他是过去二十多年当中 一直在从事秘密宗教活动 对中共体制的了解非常的深刻 在宗教文化和这个政治组织方面的功底 也是相当的深厚 那建民呢 他是早年就从事民运活动 八九年的时候 他是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后来又经过了多年的牢狱之灾 同时也在继续从事民运和维权的运动 所以这么多年的苦难和抗争 已经把它打造成为了钢筋铁骨 那我呢 第一次从事民运活动 是在八七年的元旦 想应方立芝的号召 到北京天安门去游行示威 现在算起来也已经快三十二年了 八九年之后参与学运 亲身经历了六四的大屠杀 九十年代以后继续从事维权运动 和袁宏斌教授他们一起 组建劳动者权力保障同盟 失败之后流亡海外 这些年都在潜心研究 中共的这个统治技术 同时呢 也在探讨街头革命的方法和路径 我写了两本书 一本是变局册 一本呢 是街头革命方法论 那其中变局册呢 是被中共啊 定为各级国保 必须学习的反面教材 同时呢 其中呢 有很多的策略 也被国内外的这些同道 所接受 所实践 我们三个人 仅仅是全民共振平台 现在站在第一线的先头部队 我们后面呢 还有很多的人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今年三月份 启动全民共振平台 那绝对不是信之所至的神来之彼 而是和海内外 众多的民主同道 进行长期的商讨 反复切除 反复的进行论证和推演的 然后再做出的一个决定 我们对中共能够采取的 各种各样的反制措施 都已经呢 心里非常的清楚 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都已经呢 有了预案 绝对不会让他们呢 顺利实施 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包括他们现在所在进行的这个暴力恐吓 包括他们将来可能实施的暴力袭击 请大家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成功 现在我也想告诉中共的那些决策子 靠暴力恐吓暴力袭击 那是绝对起不了作用的 难道我们不知道一场革命一定会有牺牲吗 难道我们会因为有牺牲就放弃革命吗 当然不可能的 在你们的政权那非常强大强大的如日中天的时候 我们都敢公开的站出来反对你们 都敢站出来跟你们死磕 那么现在当你们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日薄西山的时候 难道我们还会怕你们几身暴力恐吓 几次暴力袭击吗 当然不会 我们已经做好了接受任何暴力打击的准备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据之 你们想用一点点暴力就想来阻止革命 那不是太愚蠢了吗 那不是太天真的吗 你们想用就尽管用好了 那我现在呢 跟你们推演一下 为什么不能够成功 不要说全民共争平台其他的人了 就说我们三个人啊 你们有能力 同时对我们三个人同时对我们三个人的家庭下手吗 如果你没有能力只能对一个人两个人下手 那么我告诉你们 那么剩下的人无论如何 他就会让你们的暴行曝光于天下 让这件事情呢沸沸扬扬举世皆知 然后呢趁着这个势头宣传全民共争 让全民共争四个字成为所有的中国的反抗者 都知道的一个概念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全民共争的策略 让全民共争呢更加顺利的推广 每个人都不希望有牺牲 但是呢我们必须得做好牺牲的准备 而且当牺牲一旦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的让每一次牺牲 就转化为百倍千倍的力量 让我们的牺牲不会突然 好了即使是你们呢对我们三个人同时下手 那我也告诉你们我们早就有预案了 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 我们还有第二梯队 还有第三梯队 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人和在海外的通道 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 早就做好了替补的准备 我们在国内的通道 已经做好了出来接替我们的准备 我们在海外的还有一些通道 已经做好了支持的准备 我们三个人不是主力 只是先头部队 只是火力侦察的部队 我们如果是被你们暴力袭击掉了 那么后面的人 后面更有能力的人 准备更加充分 更加周全的人 会马上替补上来 会利用这个牺牲的所造成的绅士 进一步的把全民共振的推动扩大 所以在革命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 你们想用一点点暴力恐吓 暴力袭击的这种小手段 就来阻止革命 那就是太天真了 不仅不能阻止革命 你们这种手段 只会让革命来得更加的迅速 更加的猛烈 说实话在现在这个时候 别说你们想恐吓我们 我们还想反过来威胁你们呢 你们现在恐吓我们 靠的只是那点暴力小手段 而我们来威胁你们呢 靠是什么呢 靠的是大趋势大格局 小手段那是没有办法和大趋势相比的 现在的大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反共民主的大趋势啊 中共现在看起来虽然还很庞大 还有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 但是从根子上面已经烂掉了 所有的这些人都已经离心离德了 没有办法形成合力 所以一遇到打击啊就会土崩瓦解 那树倒了胡孙就会马上散掉 那现在反共民主的力量正在从两个方向 正在迅速的集结 一个方面呢是从国际方面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强国 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在带领全世界在围堵中共 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中共形成了围堵的这种格局 现在中共的这个铁杆的盟友啊 巴基斯坦都已经在开始要对中国啊 进行贸易上的抵制和制裁了 那么这个世界上你们哪里还有任何同盟者呢 你现在的这个贸易战已经呢 把你们的经济已经拖到了谷底 很快就会崩溃 现在你们的股市已经崩溃了 你们的汇率正在迅速的下滑 现在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房市的危机很快就会发生 就在今后的两三个月之内 大家就会看见所有的这些都会发生 那个时候你们中共没有了经济实力 你们靠什么来维持一个庞大政权的运作呢 靠什么让那些底层的爪牙为你们卖命呢 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老百姓的反抗 正在迅速的积累 现在的群体性世界呢可以说是芳心慰爱 民怨呢正在像火山一样的聚集力量 很快就会爆发 已经快达到临界点了 全国各地的这个群体反抗啊 可以说是如火如荼 现在只不过是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合力 还不能够互相联系起来 但是很快这些分散的抗争力量 就会形成一个共振效应 那个时候全国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这种民怨 就会瞬间的爆发出来 就会出现了全民上街的壮观的场面 那个时候新兴的政治势力就会在街头涌现 那个时候民变就会激发兵变 那个时候就是共产王朝的末日 这一切都会在今年发生 在两年之内我们就会看见结果 所以啊 中共体制内的朋友们 你们现在啊一定要认清局势 不要再搞什么暴力恐吓的这种小花招了 一定要认清大形势 使食物者为俊杰 一定不要为这个共产王朝啊 陪葬 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道理 任何手上沾血的人 一定逃不过严厉的陈处 你们现在不管地位多高 将来一定会被拉下马 你们不管隐藏的多深 将来一定会被挖出来 你们所犯下的所有的罪行 都一定会成百倍成千倍的返还给你们 你们现在敢作恶是因为啊 自是有共产政权在你们身后 但是政权已经不久了 当这个政权垮台之后啊 谁会保护你们呢 那个时候你们就会成为全世界围猎的对象 你们会成为所有的仇人追捕的对象 你们现在不遵守法律和规则 那么将来就没有任何法律和规则能够保护你们 现在中共的内部所有的人 从习近平一直到下面的村长 你们现在所需要做的 不是增加你们自己的罪恶 不是想啊 对那些反对你们的人进行暴力打击 而且为自己找出路为自己留后路 赶紧准备这个大船沉没之后 你们怎么能够求生 所以我奉劝你们赶紧认清这个时事 赶紧认清历史的潮流 站到正义的一边站到人民的一边 这才是你们的出路 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